哈囉有球哥哥妹的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本週的共勉之啦 今年賽的教練團在昨天決定了 平均41.8歲 這個年代的球迷都已經穿檔到 國家隊的教練比我們還 年紀還小的境界啦 你小時候棒球還在 老的時候棒球還在 你死掉的時候棒球還在 棒球不會背叛你 你的女朋友會 給大家共勉之 林之偉說他要打今年賽 看來那也少一席啦 熔熔今年雖然一直沒有上義軍 但我覺得熔熔就是一個害羞的人 回來都說中文的環境裡面 應該可以打得比較好啦 結果 第一輪打超好 第六輪去東京 落賽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我覺得外野蠻需要熔熔的啦 他們也詢問了那個 有三屆經驗的 大師兄林之聖 跟有兩屆經驗的 胡金龍 林之聖你不排斥在戰 如果勢必要我去打 我的身體又還可以的話 我還是會去 就是想去嘛 OK 除了那個 台灣的球員之外 旅外的球員之外 只要有台藝的就可以打嘛 台北混血的 法洛爾也被問了 他也願意打的話 也許我們就有兩個大聯盟選手 法洛爾比較年輕 到時候媽媽的學會 聰明打球 就跟各位 鍵盤教練一樣 我們都用頭腦 在指導職業球團 給大家公平知道 好上禮拜當然最重要的 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POROS的終於打出七百紅啦 七百紅的球 球迷撿了就跑 回收失敗 為什麼要撿了就跑 是要去黑市賣嗎 本人沒有認證的話 那那顆球 不就是一個普通的大聯盟棒球嗎 恭喜POROS啦 上禮拜六 我們那個特別 偷偷跑去高雄 看了一下台剛 開訓 台剛的紙行銷 真的是很了解台灣球迷 球訓開訓典禮上也透露 還有一名 日資定級 曾經旅美球員 的 專屬訓練師 將擔任體能教練 是不是很危險 翅膀就是一個 夢想與戀才的殿堂 讓大家有夢想 女才能戀才 上禮拜我們的 德龍 大谷德龍 德勒巴尼的登板 標143公里 住總就說 我們宋晨睿更快 叔叔啊 你是高中女生嗎 這是滿好比的啦 他們兩個又不是投手 比球四塊有屁用啦 好啦那個 LOKU DEN POR 女孩卡上市 女孩真法 封路髮箱卡 看是不是一整條的 對一整條 或是有沒有捲捲的 就知道 是不是真的頭髮了 LOKU DEN POP 對這是 10月 9號跟10號 熱天那個 年度最重要的 比如我們那個什麼 動紙巴 動紙巴誰去啊 誰要看500啊 我上禮拜有去看500 對 這樣的新聞 資深球員大部分以下二軍 富邦、漢將、邱長龍 坦坦球隊陣容調整 林毅全 高國輝 陳鵬文 林昆森 講之前還被註銷了 今年無法在一軍比賽 我們這一集邀請到了 上禮拜剛打出 今年第一轟 也是他 聖雅第2105轟的 林毅全 你為什麼不多等一個禮拜 來下二軍 手上弄你搞屁啊 這一集很精彩 對 聊聊那個 這幾年到底是怎麼坦 怎麼坦過來的 就然他下二軍 他還是會坦的 好啦 這個沒有同理心的商品 最後預購中 報9月30號就結束啦 這次又結束了 想要的話 趕快購買 與大家購免之 來 咱們也休乾一杯 在這邊跟大家說 掰掰啦 Aaron Judg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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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掰掰 共勉芝 也許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大家敲碗很久了 我們終於把他請來了 下面不要再留言 其他東西了 我們今天全部都交給一泉來談 歡迎李一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是那個神坦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是 什麼都要談 我知道的時候 應該是說 我老婆跟我講的 他說 奇怪你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說 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為什麼所有的 任何事情 都會講到你 他怕我去得罪 可能有去得罪的 其實是沒有 那你知道的時候 心情是什麼 一頭霧水 包括啊 像之前的NBA嘛 嗯 對NBA你也要談 對 我覺得你有去那個 那個轉播嘛 今天比賽結果誰啊 誰要負責 我負責啊 對啊 哈哈哈 好啦今天接一拳 乾杯 乾杯 因為剛好那個 邀你來 上節目的時候 你上禮拜有打 全你打吧 對 就今年第一支 對 因為我知道要來上這個節目 要先 有時候前期不能太難看 製造一些聲量 至少要有一些話題 今年前面會比較掙扎嗎 因為那時候 一直在想說 什麼時候可以上 上一下野球乾一杯 就一直想要來 然後就一直打不出去 這樣 那打出去的時候 有比較 打出去我就知道 哦 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來了 可以來了 至少有東西可以跟人家講 今年上半季 富方打得比較掙扎一點 會很直嗎 還是球隊裡面 大家都很 其實說不及是騙人 因為我真的也沒有遇過這樣 包括我們那時候 你現在新榮的時候比較慘 包括我們那時候 八狀式 好像上機也沒有那麼差 對 因為我們PTT上面有說 是吧 一開始的時候比較混亂 還就是真的是運氣 因為現在感覺打很好 現在我覺得整個氣勢 跟上班好像兩個球隊的感覺 對 因為其實 因為開始打全都打 我絕對不會講說 這是今年的守候 嗯 這是我的生涯的 第205紅 哦 205了 對對對 所以我不能講他是今年的守候 可以啦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所以人家在問我說 哦你今年的守候 沒有沒有 是第205紅 其實我覺得球隊的球運 有時候真的就像職業選手一樣 球團也好 教練團也好 包括選手也好 其實我們該做的季前準備 全部都已經做得很充足 也不知道為什麼開賽下去 會差這麼多 要上班去 最末感覺有突然拉起來的感覺 對 那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棒球資產就回來了 那種感覺 你上禮拜打全球打是打7棒嗎 對 生涯幾乎都是中心棒次 沒錯 感覺有不一樣嗎 其實沒有不一樣 你叫我打第1棒打第9棒 你都可以彈 都是 我都可以彈 那你自己喜歡代打的角色嗎 代打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角色 你今天先發就是 可能會有3到4個打席 你可能第一個打席 可以調整 因為我節奏不好 那我可能調整一下我的心情 我等一下還有第二個打席要面對 我有第三個打席 但是你在代打這個角色就是變成說 你今天唯一一個打席 然後又是球隊關鍵勝負的時候 你一棒打出去 逆轉 你可能成為英雄 打不好 雙殺了 我只是沒有建功了 所有的鄉民啊 什麼的 會把你拿出來討論 你自己會看嗎 還是都是老婆會幾次 OK 我之前有看 後來看完了 其實心情會滿起伏 會被影響 會 一定會被影響 所以那時候 我老婆她跟我講說 你真的不用再去看 看了對你也沒幫助 那如果你真的想看 你今天表現好 你去看 因為一定都說你好了 表現不好 不要看 那你知道 你打拳打那天 你老婆跑出PTT留言的事情嗎 要講真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 我已經五六年沒有看過PTT 所以那時候 其實你還在球場對不對 我還在球場啊 棒球板這個爆掉 爆掉了 然後我是賽後 哇 我看我的手機 999加 我就說 哇怎麼這麼多訊息 熱情的 就是朋友也好啊 家人也好什麼 就一直轉 轉貼給我 然後截圖PTT 所以你老婆上去發文啊 還叫版主不要刪他 你好像版規是說不能這樣 就是不能重複發文 對不能重複發文 但是每一天 重複發文沒有被刪掉 只能在下面留言 推而已 就第一次願意 說他願意被刪掉 就是留大家姐的那個 大家可以留著 原來是這樣 直播剛進去的時候 其實是守三壘對不對 對 後來會不會變一壘 因為我們那時候一壘是 徐古龍 跟謝家賢 三壘就我跟泰山 可是剛好遇到那一年 徐古龍 開刀 變成說我可能要來守一壘 然後謝家賢要去 守外野 那你自己比較喜歡 其實是沒有特別喜歡說 想要守哪裡啊 但是如果可以讓我嘗試的話 我是想要 先捕手 你想要弄我手這樣講的 真的 會夢 能成為一個好的捕手 他的打擊能力 應該也會很好才能 阿布啊 皮阿薩啊 林浩玉啊 我是同學啊 廖建復 其實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那現在富邦隊上 你有沒有覺得比較欣賞的 今年 國城 國城今天擋很好 他的運言取證有夠洗腦 一棒季真反而 那個應該是要我 其實他的歌應該要給我 這個梗 你看我也講過 2009還是2010年 跟兄弟打總冠軍賽的前哨戰 就是記者會來訪問嘛 可是我們那時候年輕人 我們根本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他又說 你第一年打總冠軍賽 你有什麼想法還是怎麼樣 就是要嗆一下對手這樣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第一年打總冠軍賽 我很緊張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阿不然 我們這裡有slogan 你不要看一下 然後他就說 我們有幫你想好 不然你就說 不要被我逮到 不然我就一棒幫你擠一層這樣 我那時候直接就 被雙爆了 是因為這樣 我從那時候開始 然後就 我是從那時候開始彈了嗎 對啊 那時候又是跟兄弟 跟兄弟 不小心去得罪繞像米 我真的不是故意 可是那時候時候跟他 是 得罪象米才有最大值的關注度 才會有最大值的關注度 所以我們還是 謝謝謝謝 謝謝象米 對啊 但是你自己最弱的部分 是腳層嗎 其實應該不是腳層啦 因為我現在也是 就是每一年都有維持一道嘛 如果腳層慢 應該也 打不出那麼多二雷安打 對你的二雷安打最多吧 我這樣會不會 就是講得好像有點太臭屁 還是這些安打 本來都可以變成三雷安打 對啊如果 認真來講 應該三雷安打 現在應該 三雷安打 現在應該 三雷安打 我相信的脫臼嘛 所以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我就不會鋪 就鋪不鋪的問題 沒有大家都討論 只討論過一次 只有討論過那一次 不是說不鋪 會看情況鋪 對 這一邊的不能鋪 這邊 都不行 因為手要在這邊 對啊 這樣都會 我好像在辛龍的時候 我跟那個 竹神衝撞 後十字韌帶斷了 對啊 我那時候如果後十字韌帶 沒有斷掉的話 應該現在也百到 對 還不至於每年一到 現在不會到 現在只有每年一到 對啊 三雷安打再多六四隻 對 那你平常有什麼興趣嗎 棒球之外 我其實這幾年 我即賽結束 我會去打打高爾夫 我去打了以後 我才知道原來高爾夫球 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的 Range就是在九十 一百多 不能太好 也不能太爛 對 因為你只要你 打到八十以下 就是七十幾 甚至像 你就比較少人要跟你聊天 對 像吳金龍他是這樣 打個六 打個六 打個六七十的 那是可能 也沒有什麼人要跟他 打啦 畢竟你打下去就是 會懸殊太多 因為他一直在坐車 我們一直在走路 喔 所以基本上可能 朋友會交的比較 比較少 甘肅太多 又會覺得 他們已經可以 打到下一棟了 你可能還在找球啊 還在跟趕地聊天啊 就是這種感覺啦 那你平常有在看棒球的評論 或是YouTube的 有 我都會看啊 你看那個 下序的 其實也都會關注啦 可是我老婆知道 我也有在看你的頻道 有 那天那什麼 洪總跑來跟我說 欸 我有在看你的頻道 真的嗎 可能會嚇到 我講了很多他的壞話 你有打算要打到幾歲嗎 打到幾歲是 還沒有給自己一個 設限 如果以短期的目標 希望在今年或明年可以完成兩球 這個也是一個 很難得的一個大紀錄 所以你打250 250 是我一個目標 目標 現在目前差45 對 有機會 你在國際賽打過最快的 你覺得是誰 就差不多慢啊 打安打 沒有 那時候 人家還不認識他 那時候也還沒去美國 他不是真的比較老 大家都知道那個年齡謊暴 很多中南美洲都這樣啊 我們忽然哥 第一天來台灣的時候 他好像才30歲而已 叫翻譯問我說 欸 你幾歲 我們說我37 快38 蛤真的假的 我看起來像20歲 哇 謝謝謝謝 我沒有發言的時候是留鬍子 看起來老 他臉好像蠻 蠻稚嫩的 所以如果哪一天他把他 留了7年的鬍子 就沒有人認識他 把他刮掉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欸 不方法簽新的樣子 對 一群你說你 上次上PTT是5年前 現代的網路用語收 我們測一下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加加姐啊 我老婆啊 對這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主舟是什麼意思嗎 主舟就是失誤很多嘛 上半季會覺得真的很多嗎 好像還好 其實失誤最多人不是富吧 對啊 可能是我們剛好失誤的都是在關鍵的時候 不然就是失誤導致這場球賽就輸了 嗯 所以你應該也知道問天是什麼意思 問天我知道啊 嗯 在豬港大隊 所以一定知道的 對 所以你有看自己球賽的展播嗎 富邦比賽你會看嗎 我會看啊 那你知道這是一顆平凡的飛球嗎 這是一個平凡的飛球 我知道啊 那其實你都知道嗎 錢工啊 對啊 所以你都知道嗎 錢工是個優秀的主播 那他蠻累計嗎 蠻累計我知道啊 就像那天 國城在桃園不是 使出一個蠻累計嗎 對 欸為什麼好像我都知道啊 你都知道嗎 沒有我昨天才剛更新而已啊 昨天更新 今天來的時候有更新 所以今天我都知道 老婆有跟我擂過了 他都是 他會很常上網 他喔 快要那種手機不離身嘛 人家在講你不好的時候 他不會不開心 他反而會站在那個人的立場 為什麼他要去講你不好 那 他要讓你反省呢 對你要自己反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 我們教了一個很嚴格的老婆 他看球看了這幾年 他現在也會 有時候都會跟我討論 為什麼你一直要打那個 那麼高的球 為什麼 我不好意思 沒有我沒有在講什麼 但是他就是會引述給我的 為什麼你喜歡打高球 你要把球打平啊 或者是你要找凍磚啊 你不能一直打給林靜凱啊 你偶爾可以打給江坤宇吧 你們交往的時候 他有在看棒球 沒有耶 沒有 他就是一個很好學的人 因為他是嫁給運動員 所以他會 去幫我 handle所有 有關於任何 相關運動的東西 飲食 他也要去 上個營養課 考個證照 有時候會跟他講說 我好像遇到 什麼瓶頸 或者是什麼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那你們 心理素質要很強 所以他就去 上一下心理課 所以他覺得 你那個 第205之權利打 是他的功勞嗎 所以他只會上 沒有 這個是我跟他講的 我說 這絕對不是我本季的第一轟 這是我的 森林亞第205 這是我跟他講的 對 然後他就說 第一轟就第一轟 你跟我講 他說 你就是今年的第一轟 你對自己要求 不能那麼輕鬆 要嚴格一點 他說 好啦好啦 你一起到不到了 這個播出的時候 只要不要看 所以你剛完成連續13年 一百安 對 12年三成就已經中斷了 是覺得有點比較可惜 就可惜 差一點 這其實就是 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不要 安於現況 你去 達成了以後 你才有接下來的 可能你今年 在狀況更好的時候 你可以 幫助球隊拿冠軍也好 或者是 如果沒有幫球隊拿冠軍的時候 自己一些個人獎項 可以去爭取 好啦今天謝謝那個 一拳來上野球干一杯 希望可以繼續談個十年 可以啊 可以啦可以坦個十年 就是給自己一個目標 對啊 繼續的穩定下去 然後繼續的坦下去 對啊坦下去 富邦還缺一個冠軍 我希望你在富邦 拿冠軍賽的時候 然後你有機會的話 可以拿冠軍MVP MVP感應也就是說 謝謝大家 這一切我都坦下來了 好 這是我們的約定 對我們的約定 好 可以 可以 我們約定我們約定 就這樣 乾杯 乾杯 謝謝 掰掰 前夾 野球干一杯的朋友 在乾杯之前 記得到 ANIMO運動Bar 訂閱 還有按小鈴鐺 開啟你美好的飲酒未來 Drinking Cheers